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要一直 你可以啊 如果你可以拿 你就拿兩個 很重欸 拿在手上感覺怎麼樣 就是 很久沒有 很久沒有拿了 而且我也沒有一次拿兩支過 然後看上次是第十八屆 十七年前 而且你沒有拿過 這家華語男歌手 你拿的是這家國語專門 對 我沒有拿過這個獎 所以拿到了 如何呢感受 還是你要先講一下 剛才在台上那個突然 喔 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可是因為演出 它本來就是會有存在 只是沒想到會再進去講 而且其實我們這個表演 彩排了很多次 是 對 然後就感覺好像 就不應該發生在這個 上面出現這個失誤 可是我覺得 大家也見怪不怪 其實之前也有發生過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好 就是把它 很順的就把它帶過去了 我覺得沒有關係這樣子 對 而且剛好真的 大家都想 喔 怎麼會這樣 而且兩支麥克風都不行 但是 拿到了 重點是 拿到了 今天來的時候 有想說自己可以帶回去幾個獎座嗎 其實 我老實說 我覺得就是可能會 拿一個 拿一個 對 就是有點是 安慰獎啦 就是入圍的三個 就想拿一個一個吧 對 可是拿這個最佳男歌手 真的是沒有想到 因為其實競爭對手是很強 是 而且 看很多樂評的預測啊 幹嘛幹嘛 其實他們也都 不是預測我得獎 是 對 所以就今天拿這個 就哇 真的是有點意外震驚 是 但是我必須要說 張藝術家這張作品 真的是把自己整個掏空了 對不對 然後再變態 對 就是 我覺得這張專輯 它真的是一張好專輯 非常棒 然後 音樂性 唱的也是 整個故事 對 感謝 就是它是一個好專輯 所以我對我自己的音樂有信心 恭喜啦 謝謝 好 進攻眼鏡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剛剛有沒有什麼 想要在台上講 還沒有講的 沒有欸 我覺得就是 我在特別 就剛剛我謝謝我的公司 謝謝家人 謝謝歌迷朋友 那我想要特別謝謝 從以前到現在 我身邊所有 可愛 善良 又專業的工作夥伴 我剛剛忘記講這一點了 對 我剛剛忘記 對 我剛剛忘記